上集前置作業檢查PSD中 我們在繪圖軟體把PSD檢查完畢後 就要丟到Live2D中開始製作 這一集前置作業匯入PSD與初始化 將會解說PSD匯入Live2D的時候 模型階段前置作業 如果你是首次購買Live2D 別忘了使用說明欄中的折扣碼 取得軟體首購優惠喔 如何製作2D模型前置作業匯入PSD與初始化 1.檢查所有的零件為英文命名 2.零件順序與整理群組 3.零件使用剪貼ID 4.零件恢復原狀 5.參數 鎖定默認的變形器 6.網格 自動生成網格 7.網格 手動編輯網格 8.如何更新PSD 1.檢查 所有的零件為英文命名 在繪圖軟體中 PSD包含很多群組 但無法一次全部展開 我們可以初步確認PSD 沒問題的話 先匯入Live2D後 點展開全部的按鈕 確認所有的零件都命名為英文 如果PSD的零件有中文命名的話 進入Live2D 零件的命名就會變成亂碼 必須回到PSD中改成英文後重新匯入 如果是在PSD中更改成英文的話 重新匯入並不會將亂碼更新成英文 反而會變成新的英文命名零件 反之在Live2D裡 對亂碼零件更正成英文的話 也不會更新到PSD裡 2 零件 順序與整理群組 PSD匯入後 你會發現所有的零件 繪製順序都是500 而且排列零件的順序有兩種方法 估解稱作自動排列跟手動排列 自動排列 由於匯入時Live2D已經幫我們把順序設定成500 我們可以隨意的拉動全組裡的上下排列 讓想要的零件顯示在前面或後面 手動排列 這是我個人習慣的排列方式 匯入PSD並確認都是英文命名後 先不要拉動任何零件 將最上面的零件 從匯至1000開始輸入 每個零件以10的順序隔開 如果是零件更多的模型 可以選擇以5的順序隔開 如果是左右鏡像的零件 可以用同一個順序 例如像是左右眉毛都可以用490這個順序 因為是手動輸入順序 不管怎麼在全組拉動零件 順序都不會受到影響 3 零件使用剪貼ID 在PSD 我們用剪裁功能 讓A零件只顯示在B零件的範圍內 但是這種功能 從PSD到Live2D的時候 並不會保留 所以我們要重新輸入範圍的ID 讓零件應用 先點擊要當做範圍的零件 找到範圍的ID 然後在被應用的零件 在剪貼ID處 輸入範圍零件的ID 像是前髮的陰影對臉 眼球對眼白 牙齒 舌頭對內嘴 都需要檢查是否有剪貼效果 4 零件恢復原狀 恢復原狀的功能只限定於針對零件 在塗層網格的狀態時才能使用 如果你發現不小心移動到零件 的話 可以用這個功能恢復 但是它不只是形狀會恢復 位置也會 5 參數 鎖定默認的變形器 參數視窗的顯示盤界面中 有一個鎖定默認的變形器的功能 當你開啟這個功能的時候 畫面上的零件都不會被滑鼠移動 6 網格 自動生成網格 零件在剛匯入的時候 都是以4個節點組成一塊 你可以在畫面上看到一堆正方形的框框 但是這些節點並不夠用 因為沒有多餘的節點可以彎曲 讓我們做出好看的動態 所以我們要先把零件生成網格 在畫面中選取所有的零件 點選自動網格生成的按鈕 裡面有三個官方預設的網格設定 Standard Deformation Little Deformation Heavy Standard是標準設定 Deformation Little 會比Standard寬鬆 Deformation Heavy 會比Standard密集 Heavy的自動生成特別密集 而且會添加很多不必要的節點 比較不建議使用這個設定 如果你有自己習慣的設定 也可以調整下面的細節 然後用追加 加入自動網格生成的清單中 方便以後使用 方便以後使用 7 網格 手動編輯網格 通常眉眼鼻嘴 臉的部分 為了達到更精緻的效果 我會手動切網格 其他的部位 則是用Standard處理就好 以下我們挑幾個部位 開始切網格的示範 眉毛 我們選擇右眉毛後 點擊手動編輯網格的按鈕 先用橡皮擦 擦掉原本的網格 再用追加頂點 從眉毛尾的中間 以相同的間隔 點到眉毛的頭 然後再將兩邊 以三角狀向外延伸 並確定零件都有被三角形包覆 再加頂點的時候要拿捏適當的距離 因為過於密集會難以做細部的點調整 過於寬鬆又會讓零件的變形不滑順 基本上 基本上以所有的三角形都差不多大為標準 可以先切個大概 然後點擊節點做細部調整 眼睛 眼睛的部分通常分做 有眼皮 上眼眶 側眼眶 下眼眶 眼光 眼球 眼白 眼皮跟眼眶 因為都是細長型的零件 所以切網格的方法跟眉毛一樣 從中間等距連線後 向兩邊延伸三角形包住零件 並不是所有的繪師的眼睛都是一樣的三段組合 你可能也會遇到沒有側眼眶 或是沒有下眼眶的畫法 比較有一點困難的是 側眼眶跟下眼眶之間 有下睫毛在中間的 有下睫毛在中間的 遇到這種畫法 我會把下睫毛當作下眼眶的零件 比較方便 眼光跟眼球可以不用更改 或是只擦除中間的頂點 然後在瞳孔處上點一點 讓外圍連線 眼白通常有深處跟淺處 我習慣在交界處先切出格線 然後在上下延伸 嘴巴 嘴巴的部分通常分作 上嘴 下嘴 內嘴 額外可能會有 舌頭或牙齒 上嘴 下嘴的零件 也是細長形 沿著嘴線 點出頂點後 向兩邊延伸三角形 因為嘴巴需要細緻的變形 可以把間隔安排得緊密一點 可以一次點選兩個零件 可以一次點選兩個零件 例如 上下嘴 一起選取 然後再切網格 他們就會都取得相同的網格形狀 他們就會都取得相同的網格形狀 這對需要多個零件一起變形的情況有幫助 像是上下嘴一起做出開心或傷心的嘴型時 內嘴為了配合上下嘴的形狀 我們可以從嘴角的部分開始連線 間隔安排得緊密一點 然後上下延伸 8 如何更新PSD 這個部分我們設想三個常見的情況 零件改色 換髮色 新零件 新增裝飾品 零件擴張 物品加大 零件改色 我們在繪圖軟體中 將髮色變更後 將PSD存檔 丟緊Live2D 選擇 選擇你要更新的模型 替換舊的PSD 他就會直接把原有的零件更新 因此 不及 新領件 我們將新的PSD丟進Live2D 選擇你要更新的模型 替換舊的PSD 它會在部件視窗的最上面 出現一個PSD群組 裡面會有新的零件 再依照需求 把新的零件擺好順序 因為更新而產生的群組 就可以刪掉了 別忘了新的零件要放到正確的變形器裡 這樣才會跟著一起動喔 零件擴張 如果今天就零件上加化了新東西 造成零件整個範圍變大 如果直接把更新的PSD丟進去Live2D的話 就會發現零件並沒有被完全顯示 因為頂點的範圍並不夠大 頂點的範圍就是顯示的範圍 所以我們可以用自動生成網格 或是手動編輯網格 拉出足夠的範圍 讓更新後的零件完整顯示 這集的課程到這邊結束 你可以分享給你任何願意學習的朋友 要是你可以留言 那我會很開心的 我很喜歡看大家的留言 下集的內容是 標準建模 眉毛 眼睛 嘴巴 教你如何讓臉部零件動起來 組成各種情緒 那期待下集再見